你也不想 你知道我爸媽 都在國外的 我知道 那如果你回家跨年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在上海嗎 怎麼 現在就想跟我回家 見鄭伍娘了 為什麼不想 你想得美 我多久沒見阿姨了 這自從我出國之後 就再也沒見過叔叔和阿姨了 叔叔做的米線 我特別想念 那個味道 現在一想起來就想吃 怎麼了 你可能見不到我爸了 我爸五年前去世了 怎麼回事 突發心臟病 你們搬去國外以後 他和幾個兄弟 合夥開了一個米線品牌 叫一線簽 一線簽 我記得一線簽 是C集團的王牌產品 所以這個米線之前是叔叔在做 對啊 我爸是一步步做起來的 從線下到網店 越做越好 生產量也越來越大 但是我爸本身不擅長做生意 所以後來就找了MH做融資 我媽說是MH牽線 讓一線簽被C集團收購的 但是後來 他們想讓我爸的心血 變成廉價的自熱米線 不管是口感還是食材 都大大折扣 我把貝奇的犯病 就走了 所以你是因為叔叔 才一定要進MH 是啊 我爸 我教授跟我説 肉肉強食 是這個資本世界 最真實的樣子 所以我就立志 一定要進MH看看 這個金融圈 是不是真的 只有大魚吃小魚 在利益面前 善意和良心 是不是只能排在孟會 那這半年 你覺得怎麼樣 別人呢我不評價 別人呢我不評價 但至少在你身上 我還是看到希望的 不管是對鄧科 對萬山還是朱又怡 你都沒有把利益放在第一位 那你就錯了 我也是一個和資本打交道的人 只不過 有些人眼光短淺 只懂得看眼前的利益 所以賺得快死得也快 我不一樣 我眼光長遠 更看重長久的利益 只有尊重資本 善待資本 才能得益於資本 小姑娘 你要學得還很多呢 袁大祥受教了 那這麼說的話 我能不能和你一起 回家跨年 可以是可以 但是你必須經得住我媽的考驗 才能公開我們的關係 那沒問題 阿姨小時候就那麼喜歡我 現在也一定會喜歡我 好啊 那可不一定呢 有些事我沒告訴你 當年那個偷我演講稿的人 一直是我媽心中的頭號敵人 我現在還幫你瞞著呢 要是被我媽知道你就死定了 這坎怎麼就過不吹了呢 嗯 嚴講稿 好 壞了 那你偷我嚴講稿 還來的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哎 你不管來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